我们准备要开始啰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跟圣诞节有关的 叫做动动政的耶诞派对 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样的耶诞派对呢 加入新可园 他们看不到视讯哪 只有声音而已 他们要看的是课本 那我们要开始吧 假中心这边 好了我们进来这里了 动动政的耶诞派对 动动政里最富有的老鼠 有最大的家 最软的床 和最舒服的沙发 真寒酸 富有的花花不喜欢住在隔壁平床的木木 总是不让木木和其他人到他家 感恩节前夕呢 花花和木木收到了感恩派对的邀请卡 哦是invitation 他们得到了两张邀请卡耶 为了迎接派对的到来 他们都用心的准备着 你看他们在准备什么 哦在找那个包装子 然后你看他们在找那个适合参加派对的衣服 感觉他刚刚还去shopping了 还有特别去买鞋子啊买外套 哇他们准备去参加派对了 你看好酷哦 每个人都准备好 他们的圣诞大餐是什么 超大的cheese 满肉cheese 哇大家看到他的新衣服了耶 说哇你的衣服真挺拔 挺拔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我知道 就是他的衣服好像有特别用韵斗烫过一样 非常的整齐很利 都没有皱纹 然后呢哇你的鞋子好金亮 好金亮就是闪闪发亮 很漂亮 很像很平亮 很什么亮 很平亮 很金亮 很像很平亮而已 我没有看到那一痕耶 你那时候很整齐没有皱纹吗 很平滑光亮吗 很平 很金亮但是我只有看到口耶 金亮三个日代表金 我知道但是我看到的是三个口 嗯 它这其实也是三个日叫金 亮 金亮 跟我讲一遍 金亮 好 很像平亮 小老鼠们看见帅气的花花都上前围绕着它 你们会弄皱我的衣服快走开 你们会踩脏我的鞋子别过来 他怎么这样子对他的朋友说话 好坏 花花要最好的位置用最好的餐具 还不准小老鼠们靠近他 大家都开心不起来好无奈 他怎么会这样做为什么 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他的东西不要弄脏吗 可是如果是我们的话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吗 要分享 要分享嘛 木木拿出花了好多天才做好的玩具逗大家开心 派对慢慢开始变得很热闹了 每个人都忘记了不愉快 但是花花心里很不高兴 因为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好无聊 于是他就默默离开了耶 哇花花怎么会这样 其实他是希望大家都喜欢他 可是他用错方法了 天气越来越冷 圣诞节快要到了 你看他们两个人家里都有一个超漂亮的圣诞树 他的那个最好样 但是他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两个都很漂亮 两个人都做得很好 只是就差在于他有没有用更好的方式去对待别人 对对 动动正举办了耶诞派对 但是花花没有参加耶 为什么 我们看看为什么 他说我才不要跟你们这些寒酸的人一起过耶诞 天哪他的心里觉得他的朋友太寒酸了 不想跟他们一起 寒酸是什么 寒酸的意思就是很简陋 没有很华丽的感觉 他觉得他的朋友们准备的东西不够好 他就不想跟他们一起过耶诞节了 但是呢 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一起干杯 没有人跟他一起跳舞 然后食物也变得不好吃 香槟也没有味道了 花花觉得好冷好孤单哦 你看其实他想要的东西是想要跟人一起庆祝耶诞节 那他的东西再怎么华丽 没有人跟他一起过的话 就变得不好玩了对不对 有人敲门了耶 我们可以到你家玩吗 木木想起了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花花 于是就带大家一起到花花家拜访耶 还把整个耶诞派对都搬了过来 哇木木真的是一个非常贴心体贴的好老鼠 他有关心别人 所以你看其实大家希望可以参加的派对是很华丽很高级 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吗 还是就是有一个很会关心别人在乎别人感受的小老鼠呢 对 对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 就是你最后讲一个 就是会懂得关心的人在乎对方的感受 就是这样子才好玩啊 对 花花又惊讶又开心 小老鼠们在他的大床跳上跳下 然后把地到处都又脏又乱 本来满满的嬉笑声让花花觉得好温暖哦 原来这才是最富有的家 所以有高级的床有高级的食物很重要吗 大家都不敢过来因为怕把你弄脏又弄坏 但是他现在愿意开放他的家让所有的人都进来之后 他感觉到的是很温暖的感受 因为有人可以跟他一起过耶诞节了 从此花花的家变成了洞洞镇里最受欢迎的地方哦 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他华丽的地方的玩具 还有书还有椅子 你看他们家还有那个圆圈圈 可以在上面一直跑啊转圈圈 他愿意分享之后他变得更开心 木木和花花也成为洞洞镇里最要好的朋友 哇 所以他们之后才会挖一个洞 对他们家中间的墙壁被打破一个洞 两个人可以互相分享的 你们看看连蚂蚁都在跟他们分享 啊蚂蚁也成为了好朋友 这个故事呢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总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但是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角落都看不到哦 所以呢洞洞镇里的花花以为自己是最有钱的最强大的 但是呢他却在这些边边角角的时候失去了值得更拥有的东西 他为了不要分享这些东西反而让自己变得更渺小了 所以呢洞洞镇就是我们世界的缩影 这个花花有可能是你跟我我们不小心躲在自己的死角 然后呢紧紧握着自己以为的小幸福 但是只要开放自己 乐于分享 愿意接纳对方的感受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友情跟感动哦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洞洞镇的耶诞派对 也祝大家耶诞快乐 再见 拜拜 拜拜